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公开最新型承受期待 顽皮线木偶超友饭 放风筝欢乐似少女 2月1日 赵丽颖工作室在社交平台分享了 一族银宝的视频画面 并为此配文 草长英妃 天朗气清 春来日渐暖 出游正好时 假期收尾 忙碌充实的工作也即将开启 我姐赵丽颖的2月行程请查收 一时间也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画面一开始是一只可爱的小老虎 探头探脑的出现了 而很快银宝就提着线头缓缓走了出来 她也将提线木偶的手法展现的活灵活线 简直太有范了 而且未来可期了 不知道在她新的影视作品中 是否会有这么美好的画面呢 随后 赵丽颖也手拿堂画蹲在了一个大水缸旁边 这模样也特别的可爱 紧接着的她又玩起了小黄兔的孩童玩具 虽然如今的她也已经是个孩子的妈妈了 但是依旧是童心为你 这也看得出来日常生活中的她 也肯定是特别用心的陪伴着儿子 想想了好妈妈的形象也更加的深入人心 我们也都知道赵丽颖对于我们国产动画片哪吒是特别的喜欢 此前的她还特意换上了哪吒的头像 而如今在挑选风筝的时候 她也依旧看中了哪吒 拿着她就快步地奔跑了起来 紧接着 赵丽颖也换上了个长线的风筝 在一座古老城市的巷子里快速地奔跑 这柔美的身姿也成为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欢乐的模样更彰显了她的少女感 简直美得让人舍不得已开眼了 不知道冯绍峰看到之后 是否会再次的心动呢 而赵丽颖工作室也公开了影 保二月份的形成图 她将有一部新的作品要开机 所以都会在剧组里面拍戏 如此敬业的精神也赢得了大家的称赞 赵丽颖不仅仅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窈窕的身材而圈粉无数 而且精湛的演技更是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期待着她的新作品了 相信也会获得收视率和口碑的双丰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